相信不少刚刚高考完的朋友们 对自己高考之后的假期 都做了充足的规划 当然了,複杂了三年就是为了这个假期而已 务实的同学想考车牌 有钱的同学想去旅游 单身的同学想追女孩或者追男孩 你们问问自己是不是这样 原本想高考完之后就立刻去告白 结果一考完大家都兴奋到什么 那完全没有机会让你们下手 连拜拜都没有说别人已经回家了 那你们还可以怎样? 就唯有看看暑假有没有机会约别人出来再告白 当然了,你们也可以选择 算了,既然没有机会了 那我就将这段感情埋藏在心底 用余生去后悔 为什么我当初不鼓起勇气 跟我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他 然后再在某一个空虚寂寞冷的晚上 再一次梦见他 然后就在梦里哭了出来 一直哭到醒为止 如果再不幸运 在若干年后的某一次同学聚会里 已经成为人妻的他 用说笑的语气跟我说 如果当初高考完之后你跟我告白 那就好了,我一定会答应的 哇,实在太沉重了 实在太可憐了 你够胆选我也是一条好汗 但若然你不够胆选 不知道你也幻想我这个暑假要怎样告白 其实也很难想 第一步当然是约别人出来 逛街吃饭看电影 如果可以拿到对方的家地址 还可以直接去他家楼下等他 一个电话发过去 喂,我在你家楼下,下来吧 哇,既霸,导游浪漫 正啊 然后第二步就很重要了 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准备两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 送中意的人回家的时候 突然间遇到一班烂仔 然后那班烂仔就开始调气我们中意的人 我们肯定就不忍了 当场就冲上一个打十个 跟着那班烂仔见我们打不死 知难而退 留下一句 你好 就离开了 然后我们中意的人见到我们 为了他打得这么伤 就过来安慰我们 你没事吧 好小事而已,那我先回去 你自己小心点 等等,你一身都是伤 你等我回家我先帮你处理一下吧 都说不用了,我都没事 不行啊 你为了我才弄到一身伤 你等我帮你做点事吧 不是那么好的 你能不能让叔叔阿姨看到吗 我爸妈去了旅游 今晚不在家 这样啊 那去到中意的人家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那就可以 哈哈 告白了 不是你还想怎样 真的 不过有一说一 今时今日要遇到一大班烂仔 确是有多少难度 但不要紧 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就是我们中意的人 不知为什么 跟家有了矛盾 然后离家出走 然后无奈之下 只能够来投靠我们 然后在我们的家里 住了下来 那你睡我的房子 我睡吧 其实你睡回你自己的房子就可以了 那 那我打电话吧 嗯 那来到我房子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我就可以 哈哈 告白了 说了 你别常想起不切实际的东西 你幻想有个限度就行 的确 第二套方案 也颇有难度 我已经很久没听过 有人离家出走 但不要紧 我们可以先实行第一步 若喜欢的人出来 逛街吃饭看电影 有多难 是真的难 吃一次饭要几十元 看一场戏要几十元 若然 还有其他娱乐项目 又要加多几十元 整个暑假流流场 没理由你只要约别人出来 一次就想告白 总要约出来多几次 酝酿一下情绪 那就是还要多多几个几十元 一个暑假 分分钟只要花一千多元 那你又没有千多元 如果你没有 那其实你不需要做暑假规划 因为做了都执行不了 曾经有一位名人说过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沙 都不用风吹走两步就散 所以 我觉得真正的高考假期规划 应该由初三再开始执行 初三升高一的暑假 去打工高一升高二的暑假 去打工高二升高三的暑假 去复杂 高三不去复杂 去打工傻 高考完之后 你拿着两年的人工 再加上三年的暑假 这个暑假你想画得多精彩都可以 所以这期节目 其实不是给高三的同学看 而是初三的同学看 如果你们想三年之后 有一个精彩的暑假 那现在就要用心 这期节目 就要用心 这期节目 再看吧 不正 不正 朋友,你們懂得做吧